你好我是李安 今天早上跑到超市去买了一块牛肉 这块牛肉非常的好 是牛的里脊肉搅出来的 我要撑一磅牛肉出来 这个牛肉馅里面我们把姜过碎来 把生姜放下去 然后再切点小葱 把姜末放到肉里面 加1 3杯的蔬菜油在肉里面 再准备好1 3杯的料酒等一会加 用搅拌机用最慢的速度搅拌 慢慢的把准备好的料酒加进去 准备好1 3杯的冷水 加完酒以后 等再搅拌2-3分钟以后 再开始分批的把凉水加进去 在肉馅全部搅拌好以前加入1汤匙的白糖 在肉馅全部搅拌好以前加入1汤匙的白糖 搅拌好的肉馅 看上去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稍微有一点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切好的葱花放进去 再加一点蚝油 可以调一下鲜味 再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呢 加一点味精和胡椒粉 但是这两样也可以不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因为涂快吧 我今天就蒸了汁 上汽以后蒸10-15分钟就行了 蒸好了以后 不要马上打开盖子 把它冷一下再打开 这样的话里面的汤汁不会跑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汤汁还是很多的 味道非常鲜美 我们下期再见